台老师 那个咖啡最近被那个WHO旗下的机构证明 它不再是致癌物质 反而是妨碍物质 那你自己喝咖啡吗 我喝耶 而且喝很久了 每天一定一杯 那你怎么为自己挑新鲜的豆去 远离那个哲取毒素的危险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你要先去找一个这个流通很快的这个店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 你看这个店的这个生意是很好的 客人很多的店 因为它表示它的咖啡豆 进进出出是很快的 那我个人的话 我会喜欢这个浅烘焙的 然后呢这种浅烘焙 除非它有去咖啡因 否则它的都会有 因为这个咖啡是有油脂的 那所以呢 它会有一点点的光泽 然后它随着它越烘焙 就颜色就光泽会比较多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有的放太久的时候 太油亮的 那你也不是 就要小心了 对 所以你那个光泽是有光泽 而不是非常的 是天然的那个微微的光泽 对对对对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可以相信店家的这个 因为他们毕竟他们常常在看这些 其实除了这个咖啡豆挑选保存之外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说 现在WHO认为它不是一个致癌物质 但是呢永远要记得 这是在一定的量之下 不能当开水喝啦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有几个人一定不能喝 像小孩子 我觉得很多父母在喝咖啡的时候 也可以小孩喝一口 不行 因为这些咖啡因呢 它其实对小孩子是会有 脑部会有一些伤害 而且小孩子 他们在这个排 代谢这个咖啡因的时间 跟我们成人不一样 它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我认为小孩子是不宜的 还有孕妇一定要专从这个 像很多胃膜染啊 或者是说怀孕的妈妈 他们自己也都有那个经验 就喝了咖啡因的这个饮料之后 小孩子特别的躁动 所以这个孕妇也要限量啦 那这个肾脏病的人也要限量 那老人心脏血管疾病的也要限量 尤其睡眠不好的人 记得在中午之前把它喝完 就不要再喝了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嘛 对 很多那个咖啡爱好者会认为说 那个咖啡豆保存的时候 如果放冰箱的话 它会有湿气 所以咖啡就会不好喝 冰箱里面本来就有很多食物 那你之后煮出来的咖啡就 无味杂成 你又说应该要放在冰箱保存 那你要怎么做 其实我自己还是会放冰箱保存 因为现在温暖超湿 那我们知道整群毒素长得这个是很快的 我们知道这个26度C18.5%的这个食度就会长 那我自己就是 我原则上是不会买超过五天嘛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建议是说你买两个礼拜的份 那因为我家里这个咖啡店很紧 所以我会觉得我绝对不要超过五天 所以你都买一周以内的份量 对对对 然后我买了这个咖啡豆回来呢 我其实是会把它分装 我就会分装成我一天的量 这个你要的这个量你大概就知道 我会准备一个厨房纸巾 然后外面包一个这个 这个叫鱼箔质 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安全起见下 我大概不会考虑太多的风味问题 我也会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那我就会把这个咖啡豆包起来 一天一份的量 那这个你一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用纸巾又用这个呢 因为我们知道咖啡的保存 考虑到湿度 然后这个光线 那甚至这个氧气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买回来的时候 已经它应该是已经过这个 产生这个大量气体的时候 所以我就会把它这样单包装 那纸巾是调节水分 那这个呢是壁光 把它这样子卷起来 然后呢再放到保鲜盒里面去 因为你如果放到处乱放 这样当然会有很多问题 那我现在一个是比较干净的 那我就这样一份把它放在保鲜盒里面 然后第二天的第三天第四天的 对 然后呢就用保鲜盒把它密封 那我会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那我不会把它放在那个触风口 因为那个温度太低了 然后每天呢早上起来就 使用一包 我要抹的时候再拿一包出来 那我也不会退冰 我就直接把它放进去 很多人喝咖啡 其实也会担心骨松的问题 所以他就说那就加牛奶 这样真的有用吗 其实我建议大家很多人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咖啡里面 其实有丹凝酸跟茶一样 都会阻碍钙铁的吸收 那如果你骨子疏通 你又这么爱喝咖啡 第一个就是限量 那你不要把牛奶在咖啡里面一起喝 因为这样真的是阻碍钙的 因为我们知道喝牛奶还是最大的补钙来源 那我会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先喝咖啡 然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 你喝牛奶 那这样还真的是补钙了 但是真的不要这样 凡是脂肪的奶精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那有些人买回来之后 一不小心就放过期了 那这样买得好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保存期限内的 还是要注意 不要就是说在保存期限外的这个 所以你买东西回来 你就把它分装之后 放在一起你比较不会忘记 那如果像这样一袋 我们可能随手丢就会找不到 那我觉得还是你一会儿就把它分装 同时真的是少量购买 不要浪费食物 那喝咖啡的人事实上 也都会有这些咖啡渣 或者是说真的是过期的咖啡豆 那可以怎么样的运用 这个咖啡渣其实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蛮好的除臭的一个来源 但是很多人就入围以为说 这个咖啡渣回来已经干干的 那就直接拿来就当除臭 那你会放久之后 你会发现会长霉 那所以我都会再把它回草 就是把它的这个水分完全去除掉 然后就准备这个不织布 那不织布呢你可以 甚至你可以买一些那种 像很多的那个纱布 没有消毒的 因为这个比较厚一点 那你就 这个如果是这么厚的话 你就要搓洞 那如果你是一般纱布 不用你就直接盖上去 然后用橡皮圈把它套起来 然后就放在鞋柜里面 一个一个的 然后它有稀湿除透的作用 你可以冰箱对不对 冰箱也可以 那你就要定期看一下 如果有这个湿掉了 你可以再换 换掉